这是一个专为锻造高手们量身打造的赛事 在这里我们将见证最顶尖的刀剑匠人 展现他们精湛的技艺与无尽的创意 然后经过三轮挑战逐一进行淘汰 冠军可赢得一万美金奖励 欢迎收看锻刀大赛第二季第一季 评委暴力节笑面歌 大卫落座 本期参赛选手依次入场 杰夫金石塔哈利克瑞格 节目组总结第一期精彩表现 将锻造难度又提升了一个新高度 选手们再无现成的高碳钢可以使用 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破铜烂铁 自然要选择其中一种 将其锻造成拥有个人风格的武器 成品必须符合下列尺寸 刀身长度不包括刀柄 介于10到14英寸之间 武器全长不得超过22英寸 由于难度加大 选手们有20分钟挑选材料和设计时间 现在计时开始 材料堆里掺杂轮骨罩脚踏车轮钢片的 这些绝对不是制刀的好材料 所以挑选材料就是极大的挑战 哈利精挑细选拿了轮轴 设计做一把牛仔猎刀 既能砍柴又能切肉 所谓一刀在手 天下我有 克瑞格看上根拔钉撬棍 确定他属于可脆火的材料后 准备做一把大型猎刀 杰夫拿了根撬棒 看起来像等级疤的螺帅 这种钢材质地偏异 绝对能锻造出一把库尔卡刀 锻刀大赛守卫女选手金石塔 历史要成为全部女性的代表 但他对钢材似乎并不熟悉 选择一个轴承 用于制作厨房刀 成品要比市面上的刀 更适合女性使用 随着设计时间结束 三小时锻造立即开始 哈利切下七英寸轮轴 送进锻造炉 他是本场比赛最年长的参赛者 也是动作最迅速的那一个 忙碌的同时 不忘为对手加油鼓劲 克瑞格把整根金属插进锻造炉 这次他为同样热爱锻刀的儿子而战 从锤打金属的方式可以看出 他做事有技巧很稳健 更坚信自己选择的材料没有错 加热之后 截取需要那部分 进入塑形阶段 杰夫正在进行冷断 这样的操作通常会导致裂纹产生 希望他能开辟出另一个结局 但由于塑形跑偏 已经没有了库尔卡刀的样子 无奈之下改做下沉是刀尖裂刀 金属塔开局就不是很顺利 使用的材料相当难以驯服 最后值得放弃 简用克瑞格剩下的拔钉撬棍 虽然节目组允许更换材料 但进度却是自己要承担的后果 就在这时 裁判提醒时间过去了90分钟 喊声无疑加大了金属塔的压力 克瑞格最先进行热处理 用错刀检验刀身是否硬化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只能冒着巨大风险重来一次 杰夫在脆火之前为刀柄锁口 为后期安装刀柄做好准备 哈利将手伸进脆火油内试探温度 因为脆火出现偏差 所制作的刀具也会变成废物 结果热循环的温度还是没有达标 金属塔更惨 他的刀由于温度过高 脆火时升腾起的火焰直冲灭门 躲避之下刀子直接掉入桶内 如此关键时刻裁判喊停的声音响起 选手们不得已停下手上的动作 等待评委们检验 克瑞格的刀刀柄边缘过度磨损 但其外章的形态会是拔好多刀 哈利的刀刀柄位置留有太多材料 后期需要削减很多重量 金属塔的剁刀设计不错 虽有粗糙和歪斜 但还是大有可为 杰夫的刀整体感觉不错 后期则需要去除刀尖重量 选手们表现得都不错 对裁判团来说将是困难的抉择 因此他们需要些时间仔细评估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会听到最真实的评价 克瑞格的刀柄最结实 适合用于砍兵实验过关 哈利的刀经过错刀实验 确定硬化不够彻底待定 金属塔的刀柄处有严重弯曲 恐怕难以通过砍兵切绳测验待定 杰夫提前锁孔的方法值得提倡 但位置太接近刀根与刀身的结合处 很可能会因暴力测试折断待定 三人的武器都有诸多问题 但评委们根据全方面考量 内心已经有了评定 在返回场内直接宣布 哈利的比赛就此终结 脆火不彻底导致硬度不够 刀子可不能是软豆腐 希望这次比赛能让他从中学习断刀精髓 取尝补短完善自己的技术 剩下的三个人立即进入第二回合 这一局他们要利用三小时时间 为刀子安装刀柄打磨细节 把半成品变成功能齐全的武器 然后接受砍兵和切绳测验 结束后仍有一人被淘汰 话不多说即时开始 金石塔最先处理刀柄弯曲 他本人认为刀柄还有些过长 干脆切掉一块减轻负累 然后调好刀柄原料 将插销插入刀柄一侧再从上方压下 结果尺寸不符 阴压无果后慌了神 最后实在没办法加了很多胶水 可瑞格牢记测验项目 而他的刀身弯曲很难砍断绳子 矫正势在必行 之后在材料架子上发现黑绿相间的硬木 切出刀柄形状 造型研磨到脚一头乱 杰夫切下两块胶木至于刀柄两侧 上插销后以竖直固定 然后再打磨外形 直到与金属刀柄平齐为止 磨刀时因磨刀事太小 必须分段进行效果缓慢且非功夫 三小时在忙碌中转瞬即逝 选手们的武器迎来实战测验 暴力节将砍兵7次检测强度 柯瑞格的刀表现强悍 结束之后没有弯曲和缺角 就是握持刀柄时有点滚动 金石塔的刀虽没有柯瑞格的厉害 但也顺利通过考验 杰夫的刀是砍兵冠军 整个兵柱被削掉一半完美 切成实验检测锋利度 柯瑞格的刀连续发力三次 绳索被割断大半 但刀锋也出现了缺角 金石塔的刀完全割断绳索 并且没有出现任何损伤 不错哦 杰夫的刀只会捂两次 绳子就完全断开 表现超好 测验结束 经过评委们认真评估 决定淘汰金石塔 我擦 为啥为啥 原来砍兵环节 他的刀确实表现不佳 切绳也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刀柄出力粗糙 呈波浪状很难把握 综合下来只能淘汰他 没有什么好遗憾 走到这一步 他已经是女性朋友们的骄傲 恭喜杰夫和克瑞格 进入千锤百炼决赛 距离一万美金也更进一步 接下来他们有五天时间 回家打造一把历史经典武器战锤 战锤是中世纪武器 发展于十四世纪 它的出现主要应对先进的盔甲技术 这时盔甲已经演变成 成套的板甲既坚固又平滑 使用刀剑劈砍会被弹开 战锤则能将力量传递至目标 不必贯穿盔甲 也能造成极重伤害 它的钢头另一侧有坚定 手把长度有各种尺寸 但总体来说能单手操作最强 本次打造要求 必须是真正全功能款式的 中世纪魏武器 钢头长度至少达到2.5英寸 坚定长度至少3英寸 回家第一天 杰夫早早开工 他的设计是仰角头 轴承滚珠制作战锤头 加热之后必须从中间劈开 这一步非常关键 若失败就要重新来过 克瑞格回到自己的地盘如鱼得水 工具齐全使用顺手是最大助力 他决定先将宝铁制作出来 两种不同钢材合二为一 而制作宝铁最关键步骤就是熔剑 一旦出现分层就成了费量 第二天杰夫的仰角头已经有了模样 就在下弯仰角的时候 家中的仰乙却汗吹的氧气用完了 耽误不少时间后 他的仰角头终于催火成功 安装好把售 简单自测 威力让杰夫相当满意 克瑞格今天要将锤头制作出来 然后检查嘲讽的锐角 尤其是拷边位置是否有开炼 硬化也要特别讲究 最好分阶段进行 保证两边坚硬 中间偏软 克瑞格测试时打烂一台电视机 根据损坏程度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自测结果不在考量之内 还是要评委们给出最终定乱 首先是大卫负责的锐度测试 他先用克瑞格的战锤坚定部分 混杂成门五次 结束后坚定没有任何变化 手感与平衡度极佳 杰夫的战锤却在测验结束那一刻 零不见脱落 虽是装饰品也令他难以接受 杀戮测试由笑面哥负责 克瑞格的战锤没有遭到破坏 假人的骨头反而断裂过关 杰夫这次依旧没有逃脱厄运 战锤的另一边不见也脱落了 就算依旧坚固也影响分数 最后砸强检测强度 克瑞格的战锤一如既往硬核 光荣完成任务不带半点损伤 杰夫的战锤竟然打出火花 总体表现也算不错 综合以上表现 克瑞格赢得冠军实至名归 一万美金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杰夫虽然没有取得最佳成绩 但他的努力有目共睹 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失败 就否定他的能力 继续加油吧少年 短刀大赛第二季第一季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战锤由木质手柄和金属锤头构成 手柄的长短不等 最长的大致相当于辅枪 最短大约与狼牙棒相同 长战锤子通常用以对付骑兵 而短的多时在近距离或马背上使用 战锤的锤头往往在异端有尖刺 尖的那头能够贯穿盔甲 而平头则可以震击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